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可不是今天才说的 这是个蛮久的话题了 以爱国主义的各种方式 360度 人们以各种方式去获取了自己的利益 赚出自己的钱财 爱国主义在网络上烘托的也非常非常厉害 那在最近提到爱国主义 那你不能不说就是这个钢琴的故事 钢琴的故事包括在这个台湾所发生的故事 但钢琴的故事是比较典型的 这个它是衍生出来的 本来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结果现在就赚得非常大 最新的消息是说 中间其中一个女主角 女主角姓刘 她其实是英国人 但她拿了英国身份 但她很羞于自己说是中共国人 反正中间的差错是那样 他强调的是肖像权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但目前她一直没撒口啊 她在推特上一直在录制视频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她为什么这么坚持往下走 但这件事情是已经闹了全世界 只要有人的地方 人们都知道 她最新的概念是 她说要去法律行动 去告这个K博士 大概告好几个人 一个是K博士 一个是在推特上比较宣传的人 就是来转载她视频的人 告她的诽谤还是什么 不知道 但她很坚决 这里提醒大家 在他们的背后的那个姓李的女呢 那个人就是开律师楼的 所以如果从法律状告的角度来讲 人家是开律师楼的 人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不用律师费 可能吧 但他的故事会造成持续往下走 对吧 这是一个很清晰 很清晰的 而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 K博士已经跟黄明志呢 就以这样的方式连成一起了 那这个故事就更大了 所以有人说是求得流量 有人说是求得热 求得热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每个人认同的背景资料 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当然这个事肯定知道人越多越好 看人越多越好 你把它叫做流量 这是从一个基点上去看待 如果你说黄明志是为了求得流量 这个K博士求得流量 那他就是做YouTuber的 黄明志就是在YouTuber上发展的 那你说他有没有流量的需求 那这是你说的 我觉得那他肯定是 他造成影响就是影响 但是呢 跟判断人的生命定位有关 什么意思 如果人家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角度上 从拒绝中共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一切 所带来的流量是人们自己的反应 但是反过来 当你为了去攻击别人 你说他只是为了流量 So what 那透显的到底是黄明志跟K博士不地道呢 还是你自己的不地道 所以这是天地良心的问题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 人们就把这东西都给弄得正负颠倒 善恶颠倒 正负颠倒 所以我们才提到说爱国是门生意 爱国是门生意 今天的这个新闻不是在海外讲的 是在国内讲的 是中共在批评 在国内的环境中 中共自己央视说爱国不是门生意 是他这么自己来的 原因是在江苏南京 这是一个过年的一个场景 一个布景 过年的场景布景呢 它下面就有这种花瓣 这个花瓣就被人给举报了 说这是日本的太阳旗 日本的军旗太阳旗 这件事情其实出现了好几天了 但是呢 央视今天说 你不要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去做 因为那是个小伙子给举报了 说他是用了东宁文化 日本文化 在侮辱中华民族的文化 那么人店家呢 弄店家挺惨 店家就生意没赚的 就关门了 那就是这小子说的 那这小子说的 原因呢就很简单 只要是绽放的 就是日本的这个 日本的国旗 日本的这个日本 那这个东西呢 只能说他的无知跟坏 中共体制之下 塑造当代人的无知跟坏 这是他最邪恶的 那为什么 举报文化是最邪恶的文化之一 最泯面人性的 因为他的一切的基础 都在于恨 他以爱的名义 在宣传着恨 伤及着具体个人的 真正的一切 所以他的邪恶就在这 而举报的人呢 很冠冕堂皇 长得很正经八百 很正经八百 他结果越长得正经八百 越冠冕堂皇 他透显出的恶就是这样 那他实际不是这东西 但是店家扛不住 就只能关门了 那这个东西 无限延伸过去之后 在摧残着整个正常人生活的 一般人生活的环境 那举报的人他也是一般人 对不对 所以央视就反过来说了 那爱国不是一门生意 放你个驴儿屁 你央视爱国就是一门生意 你央视拍过多少东西 靠爱国主义的一切 在拿着工资赚着钱 对不对 那是中央发的钱 共产党给的钱 爱国怎么不是一门生意 绝对是 那只不过你知道 这东西这么干 每一个人是正常人 包括你央视的一切 那当你 当要垄断这门生意的时候 你又不愿意 就是收放自如 全是你中央电视台 一个家伙说的 一个 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说的 那当然 这傻小的就成为了垃圾 成了驴粉袋 被人给扔了 所以 这整个故事 就是这么个故事 至于说 它是不是门生意 央视没有资格去讲这个问题 没有资格 因为 把爱国当成生意的 就是中央电视台本身 所以这是今天 又发出来的一个内容 就一个标题 一个内容 那与此同时呢 石板明夫 他就在他的 因为他比较有名 所以呢 牵扯到台湾 就是爱国主义 牵扯到日本 还是爱国主义 牵扯到美国 还是爱国主义 辱人者必自辱之 反共辱华圣地 出现两个反共辱华圣地 所以这是石板明夫 自己在讨论有关 在日本出现的 这个这个 西太后餐厅 和在伦敦出现的 这个钢琴事件 这两个 这两件事情 都是爱国主义惹起来 都是中共国人的年轻人 站出来干这个行当 来表示自己的强大 被他们攻击的 是在世界之外的 正常社会的正常环境 正常社会的正常环境 的正常人 在他们的眼睛里 却成为了鲁华圣地 那鲁华圣地呢 这是石板明夫说的 其实是真正羞辱中共的 那说 我并不清楚 那石板明夫把辱华的概念 跟反共的概念 是否等东西来 那我个人以为呢 应该是分清楚 辱华这个词 就像中共在叫台湾 这个词是一样的 他把中华民族给矮化了 他盗窃了中华民族的名义 那台湾 他不敢提中华民国 他盗窃了 就是他侮辱了中华民国国民 但用了台湾之词 所以这里面都是在用词当中 反映出共产党的狡诈 但石板明夫讲述 这个两个辱华圣地呢 就是反共圣地呢 却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年轻人 自己一手促成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天象 辱人者必自辱之 那关键辱人者 他不是人呢 那在我眼睛里实际是这样的东西 英国钢琴家 K博士 他本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却成为了 在小粉红的攻击之下 纷争之下 成为了国际世界 高唱的 愿荣光归香港 全力支持台湾人 是 他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翻着花心眼 在表演 那他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演员了 所以 演员本身在遇到这种事情 他本来就是一个自由职业 他 作为艺术家 很强调个人价值观的 自由的表现 那在遭遇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 不明之状的这种 乱七八糟东西的时候 他自然会表达出内心的愤怒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石板明夫在他的报道当中 在他评价当中 也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爱国主义 在英国 在今天的台湾 在今天的日本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毁灭性的一切呢 都是爱国小将们 自己小粉红们 出征的结果 所以跟今天中央电台说 爱国不是门生意呢 就其实蛮对应 我个人觉得蛮对应 蛮对应的 很有趣 一个本末倒置的社会 一个本末倒置的环境 在正常人的环境中 就透显出他的恶 他的不正常 那一般正常人 只要有着正常的日常生活 你就成为了一个反共的先驱 就成为了反共的先驱 文章里讲的蛮长的 就讲述了K博士 在日前连续到车站 钢琴前 高唱支持香港的歌 支持台湾的歌 那士版明夫就提到说 这是在东西方出现了两个 叫反共辱华胜利 他其实全称叫做反共辱华胜利 我觉得这个称呼呢 就相对更加的完美 然后他的原因都是 小粉红去闹 小粉红去闹 爱国主义 对不对 辱人者必自辱之 这是对应这个道理 然后他提到了王志安的故事 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记者 然后他就提到说 他是这个引头了 王志安如果没有嘲讽身体 有障碍的人 他是为了 而所谓的是为了批评民进党 这是王志安的粉丝 其实不是他粉丝了 应该他背后的人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耶秀把贯称的叫知言知语 作为一种歧视 你为什么不批评不抗议 明显的这个双重标准 这个知言知语的意思呢 甚至知纳的意思 把中共国呢 在台湾的和日本 很多人称为叫知纳人 那这被人们称为是一种贬义 后来施板明夫就就申明了这件事情 他说知纳这个词实际是个褒义词 所说在当年的孙中山的年代 都是褒义词 根本不是贬义的 他说贬义 知纳这个词变成贬义是中共感 他里面就明确称呼这样 完全是是中共感的 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知纳这个词来自于佛经 叫做智慧之国的意思 结果当初的梁启超跟孙文都引用过 孙文在给日本首相信中 曾经屡次提到过这问题 所以这是共产党 党文化 在侮辱佛经当中的 这种神传文化的背景之下 把知纳这个词给歪曲了 你看人家还给 把这个词给整清楚了 所以这个反过来 就成为了一种侮辱 而今天的中共国的小粉红 却不知道他的来处 也就想当然的 把他作为一种侮辱 他说这是两回事的 这是在日本出现的西太后 那西太后这件事情呢 之前跟他解释过 所以他就提到说 西太后遭小粉红骚扰 然后人们改贴叫西威尼 八九六四 香港独立 然后就阻止了这个小粉红的到来 那结果到了这个K博士上 K博士同样拿出了这个 维尼小熊 一拿出维尼小熊 这件事情就又解决了 他说这是非常荒 非常荒谬的 那中共体制之下的 你把它叫做共产党的文化也好 在今天的习近平控制的文化也好 而且特别是关键来自于中国大陆 这些年轻人 毫无任何生命底润 毫无真正的文化背景的概念 而他们真正惧怕的是共产党 他们惧怕的是习近平 原因就是他跟他的生命定位有关 跟他的生活来处有关 跟他的整个被熏陶的背景有关 所以你这完全是一个中共国的悲剧 中共国下年轻人的悲剧 那些人有钱 那些人成功 那些人来到海外 但他的思想意识 他的生命定位 却停留在一种被共产党营造的恐惧中 而这一份恐惧 就是一致一 当人们拿出了今天羞辱习近平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这些人都消失了 那你说他是什么 什么叫反共 什么叫辱华 什么叫自我尊严 什么叫爱国主义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对比之下 很显而易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